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做耶稣 基督使徒的保罗和我们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并亚该亚变畜的众圣徒 愿恩典平安从 神我们的父和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赐个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叫你们能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我们的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 神 他曾救我们 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深信 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我们所喜乐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唇一和虔诚 再是为人不靠肉体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典 像你们更是这样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 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 所认识的 我也相信 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 正如你们 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 以我们为喜乐 好像我们在我们 主耶稣的日子 以你们为喜乐一样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 叫你们再得益处 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 往马其顿去 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 我有此意 岂是轻率而定吗 我所起的意 岂是按肉体起的 叫我忽是忽非吗 我指着信实的 神说 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 并没有是而又非的 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 在你们中间所传 神的 儿子耶稣 基督 总没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世 凡 神所应许的 在他都是是的 所以在他也都是阿们的 叫神因我们的荣耀 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 并且高了我们的就是 神 他又用应应了我们 并次 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并且我呼求 神给我的心做见证 我还没有往戈林多去 是未要宽容你们 我们并不是 为辖管你们的信心 乃是帮助你们快乐的 因为你们凭信 才站立得住 戈林多后书 第二章 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们那里去 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 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 谁能叫我快乐呢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 恐怕我到的时候 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 反倒叫我忧愁 我也深信 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流泪的写信给你们 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若有叫人忧愁的 他不但叫我忧愁 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 我说几分 恐怕说得太重 这样的人受了这多人的责罚 也就够了 倒不如饶恕他 安慰他 免得他被过分忧愁所吞斥 所以我劝你们 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要试验你们 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 你们饶恕谁 我也饶恕谁 我若有所饶恕的 无论我饶恕了谁 是我为你们的缘故带 基督饶恕的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我从前未传 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 主也给我开了门 那时 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 我灵里不安 便辞别那里的人 往马其顿去了 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圣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阳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因为我们无论在得救的人 并在灭亡的人 都为基督的心香之气 献于神 在这等人 我们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 在那等人 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 这些事谁能当得起呢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 混乱神的道 乃是由于真诚 由于神 在神眼前凭着基督讲道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 你能当得起吗 岂向别人用人的鉴信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鉴信给人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鉴信 写在我们的心里 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 神的 灵写的 不是写在诗版上 乃是写在心版上 我们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圣魔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 乃是出于神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灵异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灵异是叫人活 那用字 刻在石头上 属死的执事 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 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 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 那称义的执事荣光 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 就明明白白地讲说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 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 但他们瞎了心眼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揭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 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所以我们既然蒙怜悯 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 乃将那些暧昧 不正的是弃绝了 不行诡诈 不谬讲 神的道理 只将真理表明出来 好在神眼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失丧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 恐怕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 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 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 神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扰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主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但我们既同有信心之灵 正如经上记者说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 自己知道那叫 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因耶稣一同复活 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 凡事都是为你们 好叫丰盛的恩典 因多人的感谢 以至荣耀归于神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面的人虽然毁坏 内里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现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现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诸天永存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 深想的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好像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 就不至于赤身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为此 培植我们的就是神 他又次领给我们做凭据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 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 便与主相离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所以我们劳苦 或者使我们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可以得他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审判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我也相信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 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 好对那凭表面不凭内心夸口的人 有言可答 我们若果癫狂 是为神 若果谨守 是为你们 原来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 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 从今以后 我们不凭着肉体认人了 虽然我们凭着肉体认过 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所以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 看啊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 神 他借着耶稣 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 职份赐给我们 这就是 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所以 现在我们做 基督的使臣 就好像 神及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 基督求你们与 神和好 神使那不犯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 第六章 我们与神同工的 也劝你们 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因为他说 在悦纳的时候 我听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 看啊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职份被人毁谤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 表明自己是 神的执事 就如在许多的忍耐 患难 穷乏 困苦 鞭打 奸进 扰乱 勤劳 警醒 不识 连结 知识 恒忍 恩慈 圣灵的感化 无尾的爱心 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 公义的盔甲 在左在右 荣耀 羞辱 恶名 美名 似乎是迷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 看啊 我们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 却是不治丧命的 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的 戈林多人啊 我们向你们 口是张开的 心是宽宏的 你们狭窄 缘不在乎我们 是在乎自己的 心肠狭窄 你们也要照样 用宽宏的心 报答我 我这话 正像对自己的孩子 说的 你们和不信的 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恶 义和不义 有甚魔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 有甚魔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 有甚魔相和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甚魔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 有甚魔相同呢 因为你们是永生 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主又说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主全能者说的 哥林多后书 第七章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与灵一切的污秽 敬畏 神得以成圣 你们要收纳我们 我们未曾亏负谁 未曾败坏谁 未曾欺骗谁 我说这话 不是要定你们的罪 我已经说过 你们常在我们心里 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 我大大的放胆 向你们说话 我应你们多多夸口 我满得安慰 在我们一切患难中 极其快乐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 马其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 神借着提堕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因他把你们的切慕 哀痛和向我的热心 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今却不懊悔 因我知道 那信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暂时的 如今我欢喜 不是因你们忧愁 是因你们 从忧愁中生出悔改来 你们依着出于 虔诚的样式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 因我们所亏损了 因为出于虔诚的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改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 是叫人死 同样来看 你们依着出于 虔诚的样式忧愁 从此就生出 何等的思虑 自诉 自恨 恐惧 热烈的渴慕 热心 责罚 在这一切事上 你们都表明自己 是洁净的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 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 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 乃要在神眼前 把我们顾念你们的热心 表明出来 故此 我们因你们的安慰 得了安慰 并且 因你们众人 使提多灵里畅快欢喜 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圣魔 也觉得没有惭愧 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 成了真的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也都是真的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 是怎样恐惧战惊地接待他 他爱你们的心肠 就越发热了 我如今欢喜 能在凡事上 为你们放心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弟兄们 我也把神赐给 马其顿重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 受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 他们乐捐的厚恩 我可以证明 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 再三地求我们 接受这捐助 准他们在这 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并且 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先把自己献给 主 又照 神的旨意归附了我们 因此 我们劝提多 既然他在你们中间 开办这词汇的事 就当办成了 你们既然在信心 口才 知识 殷勤 和待我们的爱心上 都格外显出满足来 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 也格外显出满足来 我说这话 不是吩咐你们 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 并要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 你们知道我们 主耶稣 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我在这世上 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 这事与你们是有益处 就是先前下手所办的 不单去办 并且办这事也有一年了 如今 就当办成这事 既有愿做的心 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因为 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 你们受累 乃要均平 就是要你们的富鱼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鱼 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 这就均平了 如经上所记 多收的也没有鱼 少收的也没有缺 多谢 神 感动提多的心 叫他带你们殷勤 像我一样 他固然是听了劝 但自己更是热心 情愿往你们那里去 我们还打发一个兄弟和他同去 这人在福音上的了众教会的称赞 不但这样 他也被众教会挑选 和我们同行 把所托于我们的这词汇送到了 可以荣耀 主 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 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管的捐银很多 就挑我们的不是 我们留心形美善的是 不但在主眼前 就在人眼前 也是这样 我们又打发一个兄弟与他们同去 这人的殷勤 我们在许多世上屡次试验过 但现在他因为我深信你们 就更加殷勤了 论到提多 他是我的同伴 一同为你们劳碌的 论到我们那两位弟兄 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 是基督的荣耀 所以 你们勿要在众教会面前 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 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论到供给圣徒的是 我不必写信给你们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 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 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 已经有一年了 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 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 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 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 恐怕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 献你们没有预备 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 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 因此 我想不得不劝那几位弟兄 先到你们那里去 把从前所说的预备妥当 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 出于乐意 不是出于贪婪 而我说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捐书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典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行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一存到永远 那次种给撒种的 也次量给你们吃 并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公益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 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的了凭据 知道你们宣认 基督顺服他的福音 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耀归于神 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 显在你们心里 就切切地想念你们 为你们祈祷 感谢神 因他有说不出来的恩赐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 是谦卑的 但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亲自借着 基督的温柔温和劝你们 有人以为 我们是凭着血气行事 我也以为 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 但求你们不要叫 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有这样的勇敢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随从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靠着神的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盈磊 将各样的妄想 各样拦阻人认识 神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 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 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你们是看外表的吗 倘若有人自信是属 基督的 他要再想想 他如何属 基督 我们也是如何属 基督的 主赐给我们权柄 是要造就你们 并不是要败坏你们 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 也不至于惭愧 我说这话 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 是要威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 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极致见面 却是气貌不扬 言语可比的 这等人当想 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 信上的言语如何 见面的时候 行事也必如何 因为我们不敢 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 同列相比 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 乃是不治的 我们不愿意在我们 分外的世上夸口 只要照 神所定给我们的归限 去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 好像去不到你们那里 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 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 在分外的世上夸口 但盼望你们信心 增长的时候 所量给我们的归限 就可以阴住你们 更加开展 得以将福音 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 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 在别人所预备好 到我们守的世上夸口 但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因为蒙月娜的 不是自己称许的 乃是主所称许的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何等愿意 神使你们稍微宽容 我这愚望 并要真心去宽容我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出于敬前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 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 处女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余血 失去那在基督里 所存唇医的心 就像蛇用鬼诈 又骗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 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 他也就罢了 在我看来 我一点不在 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 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 在你们中间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 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 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了公价 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叫一人耗费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 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谨守 后来也必谨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 基督的真理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 亚该亚一带地方 阻挡我这次夸 为什么呢 是因我不爱你们吗 这有 神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为要断绝那些 寻机会人的机会 是他们在所夸的事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作 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异 若装作公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我再说 人不可以我为欲望人 纵然如此 也要把我当作欲望人接纳 叫我可以略略自夸 我说的话不是奉 主命说的 乃是向愚望人放胆自夸 既有许多人 凭着血气自夸 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是精明人 就能甘心忍耐愚望人 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 或侵吞你们 或掳掠你们 或高抬自己 或打你们的脸 你们都能忍耐他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 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 然而人在和世上勇敢 我说句欲望话 我也勇敢 他们是希伯来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向欲望人说句话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貌似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强盗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异交民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 挂心的事 天天临到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犯罪 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 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 我们那永远 可称颂之 主耶稣 基督的 父神 知道我不说谎 在大马士革亚里 达王手下的成都 把守大马士革城 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 在篮子里 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戈林多后书 第十二章 我自夸 固然与我无异 如今我要说到 主的意象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 我道不出 或在身外 我也道不出来 只有 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 或在身内 或在身外 我都道不出来 只有 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说不出来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 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 也不算为欲望人 因为我必说实话 只是 如今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 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 所看见 所听见的 又恐怕 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 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 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 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所以我为 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未可喜乐的 因我肾魔时候软弱 肾魔时候就刚强了 我成了自夸的愚望人 是被你们抢逼的 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 我虽算不了肾魔 却没有一件事 在哪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迹 骑士 亦能 真显出使徒的凭据来 除了我不累着 你们这一件事 你们还有甚么是 不及别的教会呢 这不公之处 求你们饶恕我吧 如今 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 也必不累着你们 因我所求的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财物 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 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虽然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 费财费力 罢了 我并没有累着你们 你们却有人说 我是鬼诈 用心计牢笼你们 我所拆到你们那里去的人 我借着他们一个人 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请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 又拆那位兄弟与他同去 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们行事 不同是一个心灵吗 不同是一个教宗吗 你们到如今 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 我们本是在基督礼荡 神面前说话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做一切的事 都是为造就你们 我怕我再来的时候 献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 你们献我也不和你们 所想望的 又怕有争论 嫉妒 恼怒 纷争 背后重伤 窃窃私语 狂傲 混乱的事 且怕我再来的时候 我的神教 我在你们面前惭愧 又因许多人 已经犯罪 行无悔 奸淫 邪当的事 不肯悔改 我就哀哭 哥林多后书 第十三章 这是我第三次 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我从前说过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又写信说 正如我第二次 献你们的时候 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 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再来 必不宽容 你们既然寻求 基督在我里面 说话的凭据 我必不宽容 因为 基督在你们身上 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 是有大能的 他虽因软弱 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因 神的大能 仍然活着 我们在他里面 也是这样软弱 但因 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你们总要自己省茶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 你们若不是 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 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相信你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我求 神 叫你们一件恶事 都不做 这不是要显明 我们是蒙悦纳的 是要你们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 我们是被弃绝的吧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 只能扶住真理 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 我们也欢喜 并且我们所愿的 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所以 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些话写给你们 免得我见你们的时候 照 主所给我的权柄 严厉地待你们 这权柄 原是为造就人 并不是为败坏人 还有末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 要做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如此 仁爱和平地 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你们要以圣洁的亲嘴 彼此问安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愿 主耶稣 基督的恩典 神的爱 圣灵的相交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